结婚二十年 发现两娃非亲生 临死前 才发现我这一生是个笑话 养了十几年的孩子是别人的 老婆在外面另外有家庭 我为了他们 主动放弃治疗 可他们居然让我自生自灭 直接把我气死 重生回来 我决定报复 真当老实人没有脾气啊 王哥 你再考虑考虑 听人家说那是个黑工地 虽然工资高 但是伤了好几个了 你家里又不差钱 但不着这么拼命吧 我看着眼前劝我的工友 确定我重生了 上辈子 他也劝说过我 但是我为了多挣点钱 还是去了 最后在安手脚架时 不小心掉落 摔得全身瘫痪 我不忍心家里花钱 决定放弃治疗 回家等死 没想到老婆孩子 将我丢在一旁 任我自生自灭 在我奄奄一息时 竟然听到儿子王宇杰 嫌弃地对老婆李玉玲说 老头怎么还不死啊 要不然把他送回乡下算了 到时候真死家里了 多晦气 就算知道 久病床床前无孝子 我还是很难过 我对从小就对他 疼爱有加 没想到我儿子 竟然盼着我早点死 还嫌弃我晦气 李玉玲温柔地安慰他 你再忍忍吧 送回村里了不方便 不管他的话 村里人会多管闲事报警的 城里多好 关起门 谁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难过地闭上眼睛 原来结婚这么多年的妻子 也想让我死 那我辛苦打工 是为了谁 儿子继续发泄不满 老婆又说 好了 你别生气了 想想他家的地 等拆迁款一下来 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没有 到时候 我和现在的老公离婚 咱们一家人 就可以好好地享福了 什么 我的老婆居然还有别的老公 给我戴绿帽子 还想要我老家的房子核定 我愤怒地想起身来问 但是 长期被病痛折磨的身体 没有一点力气 只能用喉咙 发出点嘶吼气声 女儿王晴晴听到动静后 向李玉玲撒娇 老头这个动静太吓人了 妈你快想想办法 要是她再这样 我就和朋友出去玩了 李玉玲的声音向我靠近 真是两个小祖宗 几天都忍不了 妈这就去送送她 她推开门 用手捂住嘴鼻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王守仁 饿了这么久 你怎么还不死啊 真是个蟑螂 我捂住地吼叫 盼望儿女能良心发现 来帮我 李玉玲察觉到我的意图 言嘴轻笑 别白费力气了 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你的 又怎么会向着你 我当时匆匆地嫁给你 就是看你家里 只有你和你妈两个 好糊弄 把孩子生下来有人养 她见我气得呼吸急促 更得意了 没想到你这个傻子 把他们当亲生的一样 疼爱了几十年 你放心 等我们拿了钱 就把你和你那个傻子娘 埋在一起 一家的傻子 给我养了这么久的孩子 还对我感恩戴德 我气得眼前正正发黑 我王守仁一辈子 勤勤恳恳老实芭蕉 怎么就遇到这种毒妇 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的 养了十几年的孩子 是别人的不说 连头上的绿帽子 什么时候戴的都不知道 李玉玲还不满意 又低下头来 你以为 当时和你扯离婚证 是怕我娘家要钱吗 你以为 我把房子写儿子名字 是为了让你放心吗 其实都是为了以后好甩开你 他看我还没咽起 又假惺惺的说 原本想等以后你老了 不能挣钱了 再丢下你的 没想到居然发生这种好事 你家的地 要征用修路了 你死的正是时候 要不然 我们还愁怎么把这些钱骗过来呢 我听后直接被活活气死 再一睁眼 就听见宫友在劝说我 王哥 你咋了 宫友看我咬牙切齿的样子 害怕地推推我 没事 你说得对 我不去了 我颤抖地问他 要了一根烟 宫友心疼地把烟递给我 要我说 你家孩子都上大学了 嫂子也一直在外面打工 王哥你咋还这么扣 烟都不舍得买 我深吸一口 用力地吐出来 狠狠地说 不会了 以后老子再也不会这么扣门了 扔掉烟头 我带宫友去小卖部 豪气地买了几包烟送给他 在宫友差异的目光中 我向家里走去 李玉玲 王宇杰 王晴晴 你们一直把我这个老实人当傻子 看我这个老实人 怎么报复你们 我回到家 就看到女儿王晴晴 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她见我回家空着手 不满地问 爸 怎么没有买菜 也不好好上班 我的生活费咋办 我冷笑一声 这就是我疼爱了这么多年的好女儿 一点也不关心我 就拿我当挣钱工具 王晴晴见我没理他 撅着嘴说 你再这样我给妈告状了 你告吧 我巴不得他马上回来 我板着脸好 王宇杰听见声音 睡眼朦胧的起来 一天天的喊什么呢 我没理他 阴沉着脸坐着 王晴晴阴阳怪气的给他说 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矿工 也不做饭 还说让我把妈找回来 看来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好好 不亏是李玉玲的种 从小他们就对我没大没小 我还以为是我没交好 原来跟子就是坏的 我狠狠拍了下桌子 还怎么好好过日子 我在工地听人说 你妈在外面找了个相好 两人搂着一块逛街 可亲热了 王晴晴到底是年纪小 突然被我这么一炸 立刻就慌张了 谁在外面乱嚼舌根 他们就是看你过得好 老婆在外面打工 你在家享福 才这样说的 边说边给王宇杰使眼色 王宇杰也劝我 爸你真是的 都多大的人了还信这些 妈在外面打工就够辛苦的了 你还这么想她 妈知道多伤心 呵呵 李玉玲太有心了 我拍着桌子喊 人家亲眼看到的 那还有假 你妈一出去就是一年两年 谁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 李玉玲自从搬到城里后 经常一两年不回家 但是回来了 又在家里待一两年才出去 这也是 我上辈子没怀疑她的原因 我伸着脖子冲王晴晴喊 你现在就打电话 当着我的面打电话 问她在外面干什么 王晴晴哪里敢当我面的 她说在王宇杰背后 偷偷地鼓到手机 悄悄给他妈通风报信 不一会儿 李玉玲就给我打电话了 接起来就是一通骂 王守人 你要返天了是吧 老娘辛苦在外面挣钱 你在家闹什么幺蛾子 我也不想给她多说 开门见山道 你直接说你在哪里 你出去这么多年 我也没去看过你 刚好孩子们都放假 我们一起来 如果是我错了 我给你磕头认错 你敢骂 李玉玲没想到 我态度这么坚决 我不是跟你说了 我在当保姆嘛 现在这户人家管得特别严 要是知道我和老公孩子见面 会不高兴的 我不屑地笑笑 你是去当保姆的 还是去坐牢的 什么人家连见面都不让见 不行了就不干了回来 反正家里两个孩子 我也养了这么多年了 也不颤你一张嘴 李玉玲明显慌了 行 你就是不相信我是吧 你把电话给秦秦 我让她买票 行 咱们就去 去了看你能说啥 王秦秦丢下这句话 拉着王宇杰就出门了 我在家翻看我的存折 笨还有点钱 本来是想给两个孩子交学费的 现在看来也用不上了 我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家 不想再一个人待在这里 胡乱转悠到一个饭馆里 一个人喝闷酒 想着前世的遭遇 越想越伤心 忍不住默默流泪 餐馆老板娘 端着一盘菜放下 安慰我说 大哥 这个菜是我送你的 我就想劝劝你 这人啊 就没啥过不去的看 我听后连忙把头低下 不愿意让别人看到 我脸上的泪水 自从我娘走以后 再也没有人这么安慰 关心我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 直接去王宇杰卧室 看到她在床上睡得半死 直接一把她薅起来问 你和你姐买了几点的票 王宇杰昏沉沉的 把我手拨开 什么几点 什么票啊 你是不是疯了 我学着上辈子 李玉玲阴阳怪气的表情 怎么我一说要去看你妈 你们就这个态度 不会是你妈真的外面 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王宇杰见我软硬不吃 咬着牙说 行 咱们现在就去 我们订了最近的票 坐车出发了 下车了我问他俩 你妈怎么不来接我们 王宇杰挠挠头 左顾右盼的张望 妈说主家突然有事走不开 让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 晚点过来找我们 我点点头又转头 问王晴晴 你妈真狠心 离家这么近 也不说回去看看你们 王晴晴僵硬着脸干笑 我一看就知道 李玉玲绝对不是在这里 肯定是他们和起伙来骗我 我倒要看看 他们这回怎么演 我们一直等到快十一点了才 见到李玉玲 风尘仆仆的过来 我看他就是经过了旅途奔波的 也没点破 直接开口 要不然别做了吧 这什么主家啊 这么晚还有事 李玉玲没好气的说 说得到轻巧 我给人家签了合同的 贸然走要赔钱的 你的土老帽懂什么 我装作心疼他的样子 土老帽怎么了 你给我说是哪家 我要去告他们 太欺负人了 他愣了愣 还没说话呢 王宇杰就不耐烦地喊 还有完没完了 饿死了都 李玉玲连忙带我们去吃饭 进了饭店我也不客气 把我想吃的 以前舍不得吃的 通通点了 不管他们就可敬造 我看到一直有人给他打电话 他都挂了 最后直接关机 回去的时候 他们三一直离我远远的 生怕被人发现我们是一家人 我就故意往上凑 到宾馆 李玉玲生怕我要和他住一起 先开口说 好久没见秦晴了 我晚上和他睡 我无所谓的点点头 你要和我睡 我还不嫌弃你不干净呢 第二天 李玉玲就要匆匆走 我故意黏黏糊糊地跟着他 老婆我送你去 李玉玲哪里敢 送什么送 又不是不认识路 我常年在工地干活 以王宇杰的体力 根本拦不住我 李玉玲铁青着脸僵住了 王晴晴真不愧是他的好女儿 给他使了个眼色 一把碗住他亲热 李玉玲在一个门口下了车 淡淡地对我们说 好了 你们回去吧 王晴晴和王宇杰将我拦住 送到这里就行了 咱们也快点回家吧 回到家 一切都恢复原样 我一个人急得抓耳挠腮 李玉玲他们把我房得这么死 我该怎么报复 我记得他说 他是因为家里 把他卖给老头换彩礼 才跑出来的 连当时离婚 也说是怕他家里人 在问他要钱 自己分出去将来不怕打官司 看来是要去他老家走一趟了 我按照记忆中 他身份证的地址到了镇里 在镇上找了个旅馆住下 下午下楼 看到旅馆老板在和人打牌 我搬着凳子在一边看 旁边有人见我是生面孔 就问 兄弟来我们镇上做买卖啊 住几天啊 我递了根烟 老实芭蕉的笑笑 待不了多久 我向你打听个人 李玉玲你认识吗 路人结果烟点上抽了一口 名字听着耳熟 旁边打牌的有个提醒 大林子 西头老李家的小女儿 见她还是没想起来 打牌的急得几枚弄脸的说 就是和刚子好的那个 哦 是她 你打听她做什么 她好奇问我 我挠了挠头叹了口气 不瞒你说 她骗了我点钱 旅馆老板把牌放下凑过来 大兄弟 我给你说 你找过来没用 大林子他们家 早把她赶出家门了 我掏出烟盒给他们散发 我也不是想要钱 就是气得很 她啥话没说就走了 我想找她问问 旁边人接了烟 七嘴八舌的说 那你是找错了 她不可能回来 当时她和镇上的刚子好 气得老里头和她断绝妇女关系 镇上谁不知道 刚子就是个二流子 整天偷鸡摸狗 惹是生非的 谁家好姑娘愿意跟她 就大林子 没脸没皮整天跟着她混 要是我家姑娘 我也断绝关系 后来刚子因为杀人 两人就跑了 听说被抓了 哎 在哪里被抓的 立马就有人回答 大西县嘛 刚子跑到那里被抓的 当时还上了新闻 大西县不就是我们隔壁的县 这时又有人神神秘秘地说 有人传 大刚子持枪子前 给她爹娘说她家有后了 她爹娘都死了 也没见大林子带着孩子回来过 旁边有人撇嘴 怕是就没生下来 大林子这女娃 一看就不是个安稳过日子的 现在哪有男人那么傻 给人家养孩子 我苦笑 这个傻子就坐在这儿呢 旅馆老板拍拍我安慰 大兄弟 听歌劝你一句 别找了 大林子不是个过日子的女人 你回去踏踏实实过自己的 我抹了八点点头 这个事情就说得通了 李玉玲的二流子男朋友 因为杀人 带着她逃到我们隔壁镇 等男朋友被抓 李玉玲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想找个老诗人养孩子 就找到了我 村里日子太平淡 她不不习惯 就自己出去打工 可是自己又吃不了苦 就想着骗人 但是犯法的事又不敢做 就想出来和我离婚 再找人嫁了 我摸着头想 我又不知道李玉玲嫁给谁 就算打官司 说孩子不是自己的 也就让他们名声扫地而已 大不了他们娘仨 换个地方继续过日子 这样的下场太便宜他们了 正在发愁 突然听到车上人说争地 想到最后李玉玲说的拆迁款 顿时有了主意 还在车上呢 王晴晴就打电话问 你在哪儿 家里怎么没人 我没好气地说 你们俩跑得不着家 我一个孤寡老头子 还能去哪儿 王晴晴焦急地质问 你是不是去找妈了 你怎么说不听呢 妈好不容易找个 轻松点的人家 你就去捣乱 你在哪儿 我来接你 我淡淡地回 行了 我拍到他的手 没大没小的跟谁学的 我去找你妈干嘛 我回老家办大事 王晴晴一眼不屑 你能有什么大事 我故作高深地开口 线上打算在老家修路 要征家的地 你说是不是大事 王晴晴明显不幸 倒估了会手机尖叫着蹦起来 一脸兴奋地问 爸爸 新闻上说要在这里修路 真的要买咱家的地吗 我点点头 傲气地回 那还能有价 村长都找我回去谈话了 王晴晴亲热地扑过来 跟你怎么说的 要征多少 给多少钱我推开他 小孩子别问这么多 我也累了 先去补个教没过多久 就听到敲门声 王晴晴小伤的在门外叫 爸爸 起来吃饭了 我冷笑 二十年第一次学会敲门 原来不是他们不懂礼貌 是不想对我礼貌 我起身坐到桌前 王晴晴殷勤给我倒酒 爸爸你多吃点 这么多年辛苦了 我慢条思理地吃着菜 你们懂事 我也就放心了 以后我和你妈 都不用出去打工了 咱们一家 也能过上好日子 王晴晴兴奋地点头 正要开口 王晴晴大包小包地开门 进门把东西放下 就喜气洋洋地说 我刚去打听了下 确实挣到咱们村了 听说有的要给好几千万呢 说着拿出一瓶好酒 马原先的酒放到一边 责备地对王晴晴说 姐你也是 怎么给爸喝这种酒 爸不是说腰不好吗 这个酒里有药材 别身体好 我老怀欣慰地看着他们 都是好孩子 爸吃点苦吃习惯了 你们过得好就行 屋里气氛融洽 王晴晴和王晴晴 兴奋地一直在说话 我也不停地附和 晚上李玉玲也高兴地打电话 死鬼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通知我 我被突如其来的撒娇 恶心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恨声夺气地说 怎么通知你 平时我找得到你吗 发信息不回 打电话不接 我请人托梦给你啊 李玉玲娇滴滴的干笑 哎呀老公人家不是忙吗 你别生气哈 等我过两天就回来 我故意地讽刺他 开始请半天假 电话都打个不停 怎么现在主家这么好说话 让你回来 李玉玲厚着脸皮馋媚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回来吗 等我过两天回来 给你做好吃的 我冷笑 有钱就是好 李玉玲嫁给我二十多年 什么时候主动做过饭 我不愿意在家里 看他们馋媚的嘴脸 不知不觉 走到长区的饭馆门口 刚好碰见有个人往出跑 老板娘在里面大喊小偷 我一把将他薅住 按在地上 老板娘惊慌失措地跑过来 大哥 太感谢你了 这小子刚才趁我不注意 偷我手机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等警察把小偷带走 老板娘热情地邀请我进去 说要请我吃饭 饭桌上老板娘犹豫很久说 大哥 我看你人挺好 我问一句 你家里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我想了想摇摇头 我一个老实本分的孤家寡人 谁能害我说完就意识到不对 难道是李玉玲 我不好意思地问 怎么了 怎么问这个老板娘神神秘秘 有个女的 那天拿了一张你的照片 问我有没有见过你 我估摸着 是有人要整李玉玲 所以在到处打听卡 我拿出手机地给老板娘 麻烦妹子下次看到这个女的 给我打个电话 老板娘一边存号码 一边说 大哥你太见外了 以后你叫我秀云吧 没过几天 老板娘就打电话说 看到那个女的了 我匆忙过去 看到是一个年轻女孩 拿着照片在到处问呢 我直接走过去问她 你找我有啥事 她回头看了看我 再看看照片 礼貌地说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聊聊 可以吗 我点点头 把她带去秀云的饭馆 秀云看到我们来了 让我们去楼上的包厢聊 雨还礼貌地介绍 她叫小潘 我给小潘倒了杯水递过去 你到处打听我干啥 我又不认识你 小潘接过水被问 请问李玉玲和你是什么关系 我看着她 孩子她妈 她同情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在外面做什么吗 我笑了笑 她跟我说 她在外面当保姆 小姑娘 你想说什么 直接说 她沉默一会儿 从包里掏出来一叠纸递给我 你先看看这些吧 我接过来一张张地翻看 里面记录李玉玲 多次和别人结婚 而且都是65网上的老头 原来她用结婚骗老头的钱 我吃惊地看着她 她骗到你家里来了 小潘表情凝重地点点头 我奶奶走得早 就给爷爷找了个保姆 谁知道过了大半年 爷爷居然背着我们 和她领了结婚证 我们不同意也没办法 女孩难过地叹了口气 她结婚也没什么 家里怕她被骗了受不了 我查的这些人 李阿姨都是和他们结婚一年多 就开始闹离婚 前段时间李阿姨不接她电话 就把她气得差点住院 我怕到时候 我知道李玉玲是个黑心肠的 但是没想到她这么坏 我问她 你咋找到这里来的 她抿了名嘴 当初她和爷爷结婚 家里就托人调查过她 基本信息啥的都知道 毕竟相差二十来岁 总的防着点 前几天 同学给我发了你们在一起的照片 我看见你们在一起比较亲密 就想来问问她把手机递给我 你看看这个视频 我是通过王晴晴找到这里的 王晴晴喜欢在网上炫耀 比较好找我接过手机一看 里面王晴晴轻密地搀扶着一个老头 笑容灿烂地说个不停 李玉玲在一旁慈爱地笑着 我冷笑一声 人家是上阵父子兵 他们一家人倒好 行骗都是一家人出动 难怪老爷子会上当 老头多好骗 特别是子女都不在身边的 冷不丁出现了一个 天天围着你知冷知热的人 那个人还给你扯结婚证 连带过来的孩子 都轻轻热热地捧着你 这一套下来 哪个老头不迷糊 难怪这些年 李玉玲回家花钱都大手大脚 打起牌来输再多也不心疼 给你爷爷看他摇摇头 老爷子快七十了 怕他看了 气出个好歹 只能悄悄地提醒 但是李阿姨是个厉害的人 把老爷子哄得团团转 我们也是没办法 我将家里最近的情况 说给小潘听 小潘若有所思的点头 难怪最近周阿姨 一直在家闹我正愁 怎么对付李玉玲呢 正好小潘送上门来 是该让这个丧良心的付出代价了 我看着小潘问 你现在能联系到 以前被李玉玲骗过的人家吗 然后笑着肯定地说 你们现在问他要补偿 是最好的机会 他怕你们闹大了 肯定会答应小潘李玉的道谢 交换了电话号码后 离开了 下楼后 秀云看我脸色不错 关切地问 我也不好多问 但看你气色不错 事情都解决了 我白白手 有些眉目了 也不是啥大事正巧 电视里播放村里 要修路的新闻 我看秀云丝毫不关心 好奇问 听说下面有个村要修路 你咋不关心 最近好多人谈这个呢 秀云撇撇嘴 再好也是人家的 和我有没关系 再说了 突然报复也不一定是好事 我来了兴趣 这话怎么说 他一边麻利地擦桌子 一边说 这人啊 突然报复 就容易飘 你看新闻 多少人因为拆迁征地 一夜报复 然后去赌博的 最后弄得妻离子散 过得还不如没发财的时候呢 转头看我赞赏地盯着他 羞涩地说 我也就在王哥你面前说说 让别人听到了 还以为我极度酸呢 我笨嘴笨舌的宽慰 我觉得你的说对 还是她她实施过日子好 从那以后 我和秀云的关系 亲近了很多 我也愿意去她那里 和她聊天 她和周玉玲 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 她很善良 有时候碰到流浪汉 都主动去给人家饭菜 她是勤劳 饭馆里里外外 都是她打理 就请了她帮厨和打砸的 秀云的女儿小朵朵 再也很乖巧可爱 每天王叔叔 王叔叔地叫我 这天我回家 王晴晴乖巧地给我抛杯茶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我 真的吗 那我还要最新的笔记本 还有像奶奶家的包 王宇杰也不甘示弱 我也想要新电脑 还有新鞋子 我豪爽的大手一挥 都买 反正我的钱都是你们的 不给你们花给谁花 我还指望你们给我养老呢 王晴晴和王宇杰 听了这个话更加放心了 又说一堆好话才走 下午我就接到贷款公司电话 询问我是不是 王宇杰和王晴晴的父亲 我在心里暗喜 两个小兔崽子终于上钩了 借贷公司估计打听了 知道我家争地 放心地借给他们 以为我是他们父亲 一定会帮他们还 我冷笑 我现在是他们的父亲 以后就不好说了 终于等到村长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去开会 两个兔崽子比我还激动 缠着我要和我一起回老家 被我骂了一顿 老实地待在家里 回村里开了会 我盘算了下 估计能拿个几百万 回到家 王宇杰和他姐姐 像两只苍蝇一样围着我转 不停地问我到底给多少 我扎扎嘴 没有多少 一千来万把 王晴晴和王宇杰尖叫着 发财了 破天的富贵 终于轮到我头上了 我坐在沙发 喝着泡好的热茶 翘着二郎腿问他们 现在家里有钱了 咱们现在去把你妈接回来 王宇杰和王晴晴 立马就安静了 四目相对 不知道说什么 我心里冷笑 幸好当初李玉玲做的绝 和我扯了离婚证 又把房子放在儿子名下 儿子一成年 就把孩子们的户口 都分出去了 当时想着以后方便甩开我 没想到现在 却成了保护我的东西 如果我发现 李玉玲和别人结婚 一生气不理他们 他们要拿钱 就要证明 自己和我有亲子关系 可是他们怎么证明 本来就不是我的种 所以想要拿钱 只能最大程度的瞒着我 讨好我 这个道理我都能想到 他们怎么会不明白 王宇杰干巴巴的笑 也不急 毕竟妈也在哪里 做了这么长时间了 突然走也不好 我把杯子砸到地上 愤怒的骂 为了外人 就让你妈受苦 你们就不知道心疼她 那是不是我把钱给你们了 以后我病了 也没人管我 王晴晴舔着脸凑过来 爸爸你先消消气 小杰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当然心疼你们了 只是这么突然确实不好 这样吧 我让妈给人家商量商量 我看了看他们 失望的叹口了气 回到卧室 给李玉玲打电话 这次很快就接通了 李玉玲温声软语的问 老公倒怎么了 我得意洋洋的给他说 村里刚才开会 说家里的地 能分一千多万的 李玉玲小声惊叹 啊这么多 我一听这么小声 就估计 他不知道躲那个角落里接电话呢 于是故意问他 怎么你说话声音这么小 我都听不见你说啥 李玉玲只好让我等会儿 找了出地方大声回答 我冷冷的说 看你现在 接个电话都躲躲藏藏的 太可怜了 要不然我去接你回来吧 有合同咱不怕 赔就是了 家里又不是没有钱 不想让你再辛苦 李玉玲哪里敢让我去找他 着急的编借口 老公我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这家老人生病了 我一走 也实在找不到接手的人 咱也不能做那种没良心的事吧 我冷笑 你李玉玲做丧良心的事 还做的少了吗 我明知故问 你昨天还说请假回来 怎么现在就离不得人了 李玉玲置之无无 这不也是巧了吗 今早突然病得我生气的吼 行 那你就伺候别人吧 反正咱俩也没有结婚证 说起来你也不是我老婆 说完挂断电话 我是畅快了 可是他们娘三急得跳脚 李玉玲现在一脑门关死 又不敢突然回来 怕人家跟着他 找上门来 吓人的事情就败露了 我故意对着王雨杰和王晴晴说 急得跳脚 怎么会呢 爸爸 你不是上次去看过吗 我故意伤心的摇头 李玉玲那个女人太狠心了 估计连你们都骗了 要不然 为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死活要在别人家里当保姆呢 王雨杰和王晴晴也没办法 让李玉玲能立刻回来 只能天天围着我献殷勤 安慰我 一会儿给我买衣服 一会儿给我各种养生用品的 每天甜言蜜语 忙得不可开交 我都没有 故意在他们面前哀声叹气 买这些没用 昨天有村里人给我出点子 说能要的更多 可惜现在手里没钱 王雨杰和他姐一听立马围上来问 我故意几没弄眼 神秘兮兮的说 村里有人想多弄点钱 就说买点好树苗重上 看到时候能不能多要点 说完重重叹了口气 可是我哪里有钱啊 钱都给你们用啊 你妈也靠不住 心都野了王晴晴眼睛滴溜溜的转着 然后裴笑道 我去给妈说 你放心吧 妈心里绝对是有这个家的 他们果然没有怀疑我 又着急表现 很快就把借来的钱给李玉玲 再让李玉玲给我 我拿着钱存到了银行 想一个人清静会儿 又走向饭馆 刚走到路口 就看到小朵朵被摩托车撞倒在地 我急忙给秀云打电话 然后跑过去把朵朵抱去医院 没一会儿功夫 秀云也满脸焦急的打来 我看她慌得腿软 连忙上前扶住她安慰 没事 医生给朵朵检查了 擦破了点皮 其他没事秀云一下子松了口气 红着眼圈说 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我摇摇头 别说这么见外的话 孩子没事就好 我把他们送回家后准备走 秀云叫住我 我回头问 咋了秀云不好意思的说 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脱下来一看 原来是后背戈之窝那块跑线了 我窘迫的挠挠头 衣服穿得太久了 这什么时候破的也没注意 秀云红着脸拿出针线 问我把衣服要过去封 我看着她补衣服温柔的样子 突然心里想 要是我老婆是秀云就好了 因为心里存了这个念头 拿衣服的时候都不敢看和她对视 从那以后 我和秀云之间的关系 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好像比以前生分了 但是又比以前亲密 有种年轻时候的感觉 书星的日子没过几天 小潘给我打电话道谢 说李玉玲给了他们几家赔了钱 也和他爷爷离婚了 只是到底是让老爷子伤了心 我估摸着 李玉玲为了扒住我 应该是倾家荡产了 就算他有房子 那也不够他们还账的 最后不舍得看着秀云和朵朵 李玉玲回来了 就不能经常来看他们了 小潘知道给李玉玲回来了 给我打来的电话 知道我要报复他们 心里也恨极了李玉玲 巴不得他没有好下场 所以送了我个摄像头 我按照他教我的 把摄像头小心的安装在客厅的隐蔽处 李玉玲兴兴高采烈的回家 看见我 就像见了唐僧的女妖精 一个劲的往我身上扑 晚上还要和我一起睡 我只好说自己腰不好 晚上一个人睡觉习惯了 好在他和孩子们一样 见我还是一副好欺负的老样子 是个软世子 很快就恢复了本性 开始天天摆裤太太架子 不着家的打麻将 王宇杰和王晴晴 看见我对李玉玲这样 也每天都大包小包的往家里搬东西 王宇杰更是豪横的买了一辆车 美气名曰 先练练手 我在一旁 老怀欣慰的看着他感叹 还是我儿子有出息 会享受他们经过我的捧杀 花起来钱来更起劲了 居然嫌弃城里地方小 时不时的拿着钱 跑到大城市去潇洒 我哪里会反对 任由他们挥霍 把一个宠溺孩子的老父亲 演到了极致 没过多久就听王晴晴问 妈你咋还住我屋呢 李玉玲不屑的回答 那个死老头不愿意和我住 我现在又不好凶他 王晴晴担忧的看着他 那你都不担心 还每天打麻将吗 李玉玲老怒的瞪着他 那你说怎么办吧 那个老头估计是不行了 现在睡觉都反锁门 怕我摸进去 王晴晴眼珠转了转 一脸机灵的给他出主意 你下午别去打牌了 弄出好菜 然后给大提 领结婚证的事 我和小杰给你帮腔 李玉玲点头答应 下午做好饭菜后 把我请到桌上 王晴晴狗腿的给我倒上酒 李玉玲也倒了一杯端起来 含情默默的看着我 老公 这么多年 你为这个家受累了 现在好日子就要来了 咱们要不然 去把结婚证领了 来个双喜临门 王晴晴也在一旁点头 对啊 到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拍照 我还没见过 妈妈穿婚纱的样子呢 李玉玲也假装害羞的低下头 我老了 就不乱花钱了 和你爸塌塌 时时过日子就行 我在心里不屑的冷笑 李玉玲都嫁过好几次了 婚纱怕是都穿腻了 还在这里给我装老实呢 我嘶笑非笑的看着娘撒 怎么好端端的说这个 难道在外面 干了什么亏心事 怕被我发现了 几个人交换了下眼色 李玉玲娇滴滴的 给我加了筷子菜 死鬼 我把碗重重放下 重复那时候 他回答我的话 咱们反正住一个屋里 有没有结婚证都一样 儿女都这么大了 难道我还能跑 我咧着嘴笑 你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吧 看着李玉玲跟吃了苍蝇一样 我笑得特别开心 我不仅自己笑 我还问王琴琴和王雨杰 你们看他那样 傻不傻 自己说过的话都不记得 王琴琴和王雨杰 只好陪着我一起笑话他 自打结婚以后 我在他面前就像个奴隶一样 第一眉顺眼惯了 现在突然这么嘲笑他 把他气得脸红脖子粗的 但是又拿我没办法 我又问王琴琴他们 难道我不和你妈领证 你们就不是我的儿女了吗 王琴琴他们吓得连连摇头 爸你瞎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会不是你的儿女 王雨杰更是侯李玉玲 妈你也是的 好端端的说这个干嘛 爸爸以前这么辛苦 宁愿自己吃素 也要让我们吃肉 领不领证的 难道还会委屈了你 我赞扬的看着王雨杰 还是我儿子名世里 不愧是大学生 也懂得心痛老子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你要是好日子过不惯 就回老家众数去 李玉玲让我说的 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只能不断地给王琴琴他们识眼色 王琴琴他们才被我说过 哪里敢帮他说话 我欣赏了一会儿 他们脸上的表情 愤怒 害怕 担心蹭杂在一起 太解恨了 吃完就说自己出门溜弯 其实是想找个地方听他们说啥 刚戴上耳机 就听李玉玲埋怨王琴琴 都怪你 让我提领结婚证 害在那的土老猫 还来笑话我王琴琴一脸无奈 我的妈妈 你真是心大 如果你做的那些事 被发现了怎么办 李玉玲想了会儿 肯定的说 不可能 我都花钱处理好了的 而且有几个老头离了婚 就气得病死了 没死的也都在养老院 哪能跑这么远 王琴琴翻着白眼 我是看爸不亲近你 才提醒你的 真出了事 你可别埋怨我 没提前说王雨杰 他在沙发上 懒洋洋的说 怕什么 就算老头不认妈了 不是还有咱俩吗 老头还指望咱俩给他养老呢 王琴琴盯着他问 如果他发现 咱们不是他亲生的呢 王雨杰不屑地笑了 以他的智商 他能发现得了 妈骗了他多年都没事 要我说啊 你也别整些幼蛾子了 以前咋样就咋样 整得多了 反而让老头怀疑 王琴琴思考了下 你说老头会不会什么都知道了 故意给我下着套呢 王雨杰被逗得哈哈大笑 老头要是有这个智商 还眼巴巴扬我们二十多年 你还不如说我是秦始皇呢 李玉玲也在一旁嘲笑 他一个老实芭蕉的农民 当初我生你们 说是早产都没怀疑 让他离婚也老实离了 就他的智力 能想到这个 王琴琴抿抿嘴 总之 你们还是小心点好 毕竟钱还没到手呢 妈也是 别每天打麻将 空了也做做饭啥的 李玉玲敷衍着答应了 王雨杰正在打游戏 哪有心情听他一直说 不耐烦的道 你要是害怕就别花钱 别到时候眼红我就行 王琴琴无奈地闭嘴 也去玩手机了 我把刚才那段视频 保存下来 想着好久没见躲躲了 就去找秀云 没想到秀云开门后 冷冰冰地对我说 王哥 你是有家事的人 以后还请你自重 不要再来找我 不等我解释 他就关上了门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不知道属于我的温暖在哪里 都怪李玉玲 是他搞得我现在这样 他才是罪魁祸首 我气冲冲地回了家 看见只有王琴琴一个人在家 他见我阴沉着脸 小心翼翼地问我 爸爸 你怎么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搭拉着脸问 李玉玲呢 王琴琴小声说 妈妈出去打麻将了 我冷笑 她还有脸打麻将 我的脸都被她丢干净了 王琴琴乖巧地过来 拍我的背给我顺气 爸爸你别生气 怎么了这是 我瞪着她问 你知道你妈这些年 在外面干什么吗 她摇摇头 一脸无辜地望着我 我狠狠地说 她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 刚才我出去 有人在背后叫我活王八 想着为了他们 秀云都不理我了 我难过得忍不住想哭 王琴琴看我流泪了 以为是被李玉玲气的 赶紧哄我 爸爸 你别听有些人瞎讲 我擦了擦眼泪看着她 看来你和你妈是一条心的 那以后 你跟你妈过吧 王琴琴吓得脸都白了 急忙解释 不是的爸爸 从小就是你在照顾我们 我当然是和你一条心了 我点点头 那好 等下她回来 你帮我审问她 你最聪明 以后这些家产 可以给你开个公司啥的 王琴琴听后假装高兴 我又给王琴琴打电话说 如果她还认我这个爹 就快点回来 家里发生大事了 等王琴琴回来 我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然后 背着手看着她俩 语众心长的说 李玉玲虽然是你们的亲妈 但你们也别忘了 谁养活你们这么多年 等下你们帮我审她 谁问的多 谁就和我是一条心 我以后就把家产大头 给谁管王琴琴和王琴琴 听了我的话 面面相去的坐着 我也没再多说什么 李玉玲很快就回来了 估计是王琴琴 给她通风报信 她一进门 就谄媚地笑着跑过来 扭着身体靠近我 老公倒这是怎么了 谁让你生气了 我躲开她 李玉玲 我没想到 你居然让我当了 这么多年的活王吧 她一时也不知道 我到底知道多少 只能装傻充梦 坐在地上刚好 你这是怎么了 我就出去打了个麻将 无凭无据的 就是我偷人 我双手抱胸坐在沙发上 看着王琴琴和王雨杰 王雨杰浮夸地冲李玉玲喊 妈 你到底背着我们 做了什么 李玉玲还在咬着牙脚变 我李玉玲清清白白地做人 怎么会做这种不要脸的事 你拿出证据来 我狠狠地踹了凳子一脚 你到现在还在嘴硬 你要是清白 黄河都得改名叫清河 还要什么证据 现在满城上下 谁不知道我王守仁 是个活王吧 李玉玲坐在地上 咬死不松口 一个劲地说 没有 我示意王琴琴和王雨杰去问 他们都不动 可怜巴巴地把我望着 我看他们这样 决定给他们下个猛样 双腔做事地往外面走 算了 我也看清了 你们才是一家人 这么多年 孩子摆养了王雨杰 看我要走 记得上前 啪得给了李玉玲一耳光 你把爸爸都气哭了 还不说实话 李玉玲捂着脸 不敢相信地 看着自己的亲儿子 王琴琴紧张地拉着王雨杰 怕他在动手 我走过去 拍拍王雨杰的肩膀 还是儿子好 董老子的心 瞟着王琴琴阴阳怪气地说 羽儿就靠不住了 女生外向王琴琴 拉着我的衣袖恳求 爸爸 你想想妈妈这多年 为了这个家操劳 就放过他吧 他以后不敢了 我甩开他的手 看着他失望地说 你光想着你妈妈 你就没想过 这么多年我不累吗 哪个男人能承受一顶绿帽子 既然你这么心疼你妈 那你和你妈 去跟你们的野爹过吧 李玉玲捂着脸流泪 估计还没从 被亲儿子甩耳光的打击中 缓过来 我冲王雨杰问 儿子 你能懂我的心情吗 王雨杰脸色尴尬地点头 我拍拍他的背 你帮我继续审 他到底给我戴了多少顶绿帽子 我不想看到他了 你问出来给我打电话 说完就出门 随便找了个宾馆 叔父躺下后 看家里的视频 我走之后 李玉玲跳起来就要打王雨杰 你竟然敢打我 王雨杰来不及躲闪 脸被抓了几条血液 我不打你 难道要跟着你喝西北风 李玉玲继续不依不饶地扑打他 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 你居然敢为了这个老头打我 王雨杰一边躲一边喊 那你要我怎样 你自己做的丑事 被发现了李玉玲继续扑上去撕扯 老娘做那些事 还不是为了你们 老头能给你们买高档手机和高档衣服吗 要不是你们 我会一直陪那些老不死的睡觉吗 你真是白眼狼 王雨杰实在躲不过去了 重重地把他推倒在地 你清醒一点 王晴晴连忙将他扶起来 责备王雨杰 就算骗霸 你也不能打妈啊 王雨杰看着他嘲讽地笑 要不然怎样 和你一样偏谈妈啊 到时候一个都保不住 大家一起喝西北风 王晴晴又埋怨李玉玲 我当初都说了让你小心点 你看吧 现在爸知道了王雨杰烦躁地抓抓头发 现在的问题是 爸到底知道多少 王晴晴想了想 估计知道的不多 妈嫁的都是外地的 谁会千里迢迢跑过来说这个 要是个真知道妈背着她嫁过人 估计对你 我不是这个态度 王雨杰看着李玉玲 不是外地的就是就是本地的咯 妈 你到底还做了什么 李玉玲捂着脸支支吾吾 难道是经常打牌的那几个嘴巴不言 王晴晴气得都快炸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这个结果眼 你就这么忍不住 李玉玲也不掩饰了理直气壮的说 以前每年回来也都这样 你们都没说过啥 再说了 我就不能有点生理需求 到底是在自己儿女面前 还是要点脸面 有低声解释 你爸他现在也不碰我 王晴晴烦躁地走来走去 冲着李玉玲喊 我还千叮你万嘱咐的 你怎么就不小心点 现在什么结果眼 能和以前一样吗 你平时多张扬 自己不知道啊 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家盯着我们 不想让我们好过 王宇杰无奈地看了李玉玲 转头问王晴晴 你别喊了 赶紧想办法 把事情解决了 估计妈是保不住了 哪个男人受得了这个 王晴晴烦躁地抓头 他自己做的那些破事 就差被人抓奸在床了 以前还好爸老是 也没人乐意多嘴 可是现在谁不知道 爸马上就要发财了 谁不想卖个好 我能有什么办法 说完又紧张地问 你说爸会不会真的不给我财产 王宇杰嘲讽地说 都是一个窝里出来的老鼠 我还不知道你 你没动手 是怕爸认为动手的人心狠 对吧 他得意地笑着说 还是男人最懂男人 这种事情啊 就是要下狠手才行 王晴晴一脸懊恼 早知道 我就假装推下妈了 李玉玲不敢相信的 看着眼前的儿女 我在宾馆里哈哈大笑 李玉玲啊李玉玲 被自己最亲近的人 伤害的滋味好受吗 自己用不正确三观培养的果子 自己吃下去的味道如何 王宇杰知道我不是他亲爹 不过我含辛茹苦地养育了他二十年 一直把我当工具人 还帮他妈瞒着我 王晴晴更是小小年纪 就知道和他妈一起配合着 骗人家的钱 一身的灵巧劲 都用在歪门邪道上网 这么看来 上辈子就算他们拿了钱 李玉玲估计也不会好过 一家子的唯利是图 自私自利 能有什么好下场 接下来就是王宇杰和王晴晴两人商量 如何讨我欢心 完全没有人关心李玉玲的心情 我听着也没多大的意思 就睡觉了 第二天起来 王宇杰打电话问我在哪 我淡淡地说在老家 想自己安静几天 王宇杰心心作态地讨好我 老家住得习不习惯 要不要我来陪你 我没好气地说 我以前在这里长大的 怎么不习惯 倒是你 问出来些啥了 找到尖锋眉 王宇杰吞吐吐地不肯说 我健壮威胁他 原本以为你是个知道心痛我的 现在看来还是更偏向你妈 王宇杰怕我真的不给他钱 干净利落地把李玉玲卖了 就是经常和妈一起打牌的那个 我冷哼一声 既然知道了你不做点啥 我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 你都不帮我出头 以后还能指望你什么 王宇杰为难地说 闹大都不好吧 毕竟是我妈 我笑着骂他 他做那些丑事的时候 想过我们了没有 你倒是很会为他考虑吗 你可是真你妈妈的好儿子 说完就把电话挂断 王琴琴看王宇杰不说话 紧张地问 爸怎么说 他怀疑我们了没有 王宇杰唉声看气 倒是没有怀疑我们 就是要我们帮他出头 王琴琴却高兴 爸这么说 就代表没有怀疑我们 我们再交个头名状 和妈划清界线 就算没事了 王宇杰盯着他 你说怎么做 王琴琴胸有成竹地说 这还不简单 从妈的拼头里 找个最好欺负的 闹一闹 爸肯定会相信李玉玲 估计听到了 哭着出来问 你们这么做 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王琴琴翻了个白眼问他 脸面重要还是钱重要 你要真是要脸的 能做出这些事吗 李玉玲没有想到 他心疼的女儿 会这么说他 在一旁默默地流泪 我看着监控 激动地把大腿都拍红了 说得好 这话别人说 估计李玉玲不会这么伤心 就得他最亲近的人说 才能伤害到他 王琴琴和王宇杰 现在一门心思地给我表态 很快就选了一个倒霉蛋 他们直接冲到人家屋里去叫骂 弄得很多人都知道了 不过我也不同情他 能和李玉玲一起鬼混的 能是什么好东西 李玉玲经过这件事 是彻底的没脸了 走到哪里都被指指点点 干脆在家窝着不出门 王宇杰把他们骂人的视频发给我 我态度冷淡地回知道了 王宇杰从小就娇生惯养的 哪里耐得住性子讨好别人 见打电话和发消息我都不回 又不敢冲我发脾气 只能把气撒李玉玲身上 现在好了吧 爸对我都冷淡了 王琴琴虚着眼着问 爸不会怀疑我们了吧 王宇杰坐下 应该还没有李玉玲 让我害得出不了门 在一旁阴阳怪气的拱火 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 早晚的是王宇杰烦躁 用电话砸向他 还不都是你做的好事 如果我是他亲儿子 还用这么提心吊胆吗 李玉玲躲过电话凉凉地提醒 如果我要给他生孩子 你就被我打掉了 王琴琴胶着的汗 别吵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给赶紧想办法 李玉玲狠独地说 趁他还没怀疑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弄死 一了百了王琴琴被他气笑了 现在是法治时代 杀了他谁跑的了 你去动手嘛 李玉玲问 那你说怎么办吧 反正只包不住火 早晚都会被发现的 娘撒思考片刻 王宇杰咬咬牙 妈说的对 这个是瞒不住 还是一次解决了 比较安心 王琴琴惊讶地看着他 你没学过发杂的 王宇杰摆摆手 咱们几个商议商议 看有没什么神不知鬼不觉 就能让一个人消失的办法 我躺在床上 听着他们在家里 商量各种杀死我的方法 心里觉得空虚 对就是空虚 突然觉得报仇也那样了 这几人已经烂到骨头里了 我恍恍惚惚 走到秀云饭馆的路口 却没脸进去 一个人蹲在路口哭 突然一个小手抚上我的脸 王叔叔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 原来是小朵朵 他担忧地看着我 我连忙擦去泪水 问声问气地回答 没事 沙子进眼睛里了 朵朵歪着脑袋天真的说 好奇怪哦 妈妈最近眼睛也经常进沙子 我听了更难过了 握住朵朵的肩膀 那你要乖乖听妈妈话 让你妈妈开心好吗 朵朵拉着我的手 把我向店里扯 你自己去给妈妈说吧 我半退半就的 跟着朵朵到了店里 秀云一看到我就搭了下了脸 但是 估计有其他人在 也不好说什么 示意我去楼上包厢的 我木纳地坐到包厢里 像是在等一场判决 没过多久秀云就来了 她看着我叹了口气 王哥 你别这样 咱俩就当不认识行吗 我忍不住的落泪 我做不到 秀云 我和你在一起 才感觉自己像个活生生的人 秀云皱着眉 你这么说嫂子知道吗 我哭着说 我家里的事情很复杂 但是我确实没有老婆 你愿意听我说吗 秀云神色复杂地点头 于是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她说了 不过把重生换成了做梦 秀云听完还不相信 我给她看 今天他们三商议 要杀我的视频 秀云瞠目结舌的嘟囊 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 我羞愧地点头 是我太没用秀云安慰我 你不是没用 你是太善良了 秀云又问 太便宜他们了 我看他们准备怎么做 到时候配合他们 好关他们久一点 秀云叹了口气 欲言又止的 最后还是岔开话题 你还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炒两个菜 我吃着饭 他坐在对面看着我 王哥 你自己的事 我也不好多参与 我给你说说我的事吧 他也是远嫁过的 开始也甜蜜幸福 可是后来生了朵朵就变了 丈夫对他打骂不说 公婆也虐待他和朵朵 他想跑 又被丈夫用娘家人威胁 还好丈夫在朵朵三岁时 出车祸死掉了 公婆拿着赔偿款不给他 还把他赶出了家 他问娘家人借钱 开了这个饭馆 秀云温柔地看着我 我说这些不是让你同情我 而是想告诉你 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生活中 还是有很多其他美好的事的 你已经被他们毁了这么多日子 难道接下来的日子 你还要和他们纠缠吗 我呆呆地坐着 秀云把空盘子收好 留下一句 你好好想想就下楼了 我心里痛苦挣扎 一方面确实觉得不解恨 一方面又觉得秀云说得对 想了好久 决定还是听秀云的吧 就算假意让他们杀我 弄得他们万劫不复又能怎么样 万一真的伤到我们呢 留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煮熟的鸭鸡飞走 让他们每一天都后悔吧 我起身去找秀云 我想通了 就这样吧 我想开始新的新生活 秀云宽慰地点头 你能想通就好 我着急地问 那咱俩 秀云脚侠的眨眨眼 咱俩不是一直都是朋友吗 我回老家了一趟 把征地手续都办了 揣着存着 就去秀云他家附近看房子 期间王宇杰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都没接 他们见我一直没回家 渐渐不安 把家里翻遍了 也没找到我的证件 我看着手里的袋子笑 自从知道我家的 被征用的第一时间 我就把我所有的证件 一直贴身放在我怀里 王晴晴他们急得跳脚 满城找我 最后在我去找秀云的路上 把我逮住 李玉玲在大街上抱着我的腿 哭喊着说我抛弃弃子 旁边有人认出他了 大声议论 那个女的 前几天还被儿女压着打尖锋吗 今天这个幼时啊 这个好像是正头 嘖嘖嘖 都被抓奸了 还有脸说人家抛弃呢 我大声地问李玉玲 我们是不是早就离婚了 你是不是一直背着我偷人 李玉玲哑口无言 王晴晴和王宇杰凑上来 爸 你和我们回去吧 大不了我们把妈赶出去住好了 我看着他们 冲他们笑 我就不回去了 怕你们害我 对了 忘了给你们说 客厅有我装的监控 你们回去拆下 我不理他们清白交错的脸 觉得这一辈子 都没笑得这么畅快过 好像这么久的怨气 也随着笑声消散了 过了好久 都没见动静 我以为事情结束了 就大胆地去秀云店里帮忙 这天上菜时 发现有很多人 用异样的眼神看我 还对我和秀云指指点点 秀云出去问了一圈 回来气得发抖 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赶紧给他顺气 咋了 谁欺负你了 他拿着手里搜索递给我 原来是王晴晴 他在视频里可怜兮兮的 说我发了财就抛弃妻子 让大家募捐他好打官司 我看着他说的含糊其词 心里不经差异 这都有人信秀云咬着牙 只怕过几天 我们就成过街老鼠了 我担忧地看着他 那我们先去躲几天 刚好躲躲放假 我也没有出去旅游过 咱们 话还没说完 就挨得秀云几拳 我是让你不报仇 但是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 你都忍得了 我握住秀云的手 就凭他连累到你 我就绝对不放过他 秀云冷着脸 我是无所谓 但是你是好人 好人不能被坏人 一直这么欺负我点头 是这个道理 你听我说 我是我们出去玩的意思 是让他们几天 不是有句古话 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吗 秀云听后 马上就明白了 我们简单收拾了下 就带着朵朵 一起去快乐的旅游 等我们准备回来时 这件事情 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 大家都在找我这个渣男 连小潘都打电话 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我让他帮忙联系了一个大媒体 准备开始反击 他们说我抛妻 我就放出离婚证 放出王秦晴和王宇杰 打肩膚的视频 还顺带放出 我这么多年的银行流水 看热闹的人 立刻就去质问王秦晴 骂他不要脸 让他退钱 王秦晴他们见我 没发监控录像 以为我没有 或者是被追债的人逼得很啊 也顾不了太多 就抓住视频 骂肩膚这个点来卖惨 说他们发现母亲出轨了 为我出气 结果我现在不理他们 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要 多么狠心的男人 这下又有网友讨论了 有大部分认为这么好的孩子 发现母亲出轨了 不顾母亲脸面为我出气 我这么做太不应该了 还有的骂我 说不定早就有二心 找了个借口 而女老婆都不要 王秦晴他们见有热度 更是咬牙花钱买了水军来骂我 这件事闹得全网皆知 我见目的达到了 在他们准备开直播带货的时候 把我之前偷偷做的亲子鉴定报告 还有当初他们亲生父亲 被抓的新闻截图 以及他们在家商量如何骗我 商量着杀我的录像一起放出来 直接将他们垂死 这下所有人都沸腾了 大家都不相信 世上会有这么不要脸 这么恶毒的人 李玉玲还想翻身 在网上抢字夺理 说是我身体有毛病不能生 让他去接种 可是孩子的月份在哪里摆着 网友又不是傻子 嘲讽的更凶了 他还想狡辩 在网上哭诉说 都养了二十年了 血缘关系有这么重要吗 下面网友纷纷骂他 不重要 可是他们想要谋财害命也 命不重要吗 小潘还有以前被李玉玲骗过的人 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出现了 有图有证据的追着李玉玲吗 他们一家算是再也翻不了身了 倒是秀云给我打包不平 说李玉玲不该诬陷我身体有毛病 我好笑的看着他 这个问题要我怎么解释 除非你给我生个孩子 秀云红着脸 谁要给你生孩子 我蹲下问朵朵 朵朵 你愿意以后叫我爸爸吗 朵朵点点头 如果你不打妈妈 保证一直对我们好 我就愿意我举起手 我发誓 以后一定会对朵朵妈妈和朵朵好 绝对不会打朵朵妈妈和朵朵的秀云流着泪 把朵朵抱在怀里 我也大胆的把他俩包在怀里 回家过后 我带着厚礼去秀云家提亲 秀云父母都是善良的人 他们也都知道了我的遭遇 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安慰我的样子 让我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他父母害怕别人说 秀云是为了钱才嫁给我的 硬是咬着牙 东平吸凑了一大笔赔价 我好笑的又添了点 让秀云还回去 秀云开玩笑问 你不怕我也骗你啊 我抱着他柔声说 我又不是傻子 是一县长一致 谁是真心对我好 这点还是能感受得出来的 再说了 我为了他们几个烂人 以后就要怀疑所以对我好的人 这不是傻子的做法吗 秀云听后 转身回抱住了我 闷闷地说 王哥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骗你的 秀云没有我的钱 自己掏了一部分垫上 以我的名义 还给了他父母 他爸妈对我更好了 每次去他家 家里养的积压鹅都会遭殃 我见他不要钱 就给朵朵存着 当时提前给他存的嫁妆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请了很多人 村里人的长辈也都很喜欢秀云 都夸他好看 说他不容易 让我对他好点 我们把饭馆卖了 我不想他太累 重新开了个小超市 我了解我自己 没有多大本事 做做小生意算了 倒是李玉玲 听说他打算卖房子 但是王宇杰他们借的高利贷太多 早就被拿去抵押了 高利贷追着他们娘两到处跑 王晴晴一早就跑远了 有传言说 他在外面的声色场所上班 也有人说 他在做哪个大老板的金丝雀 总之再也没见过他 等我和秀云的孩子出生时 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王宇杰和李玉玲的消息 王宇杰过得很不好 他渐渐蒙蔽自己 毕竟差一点 成了富二代 现在梦碎了 他把一切都怪在李玉玲头上 怪他和我扯离婚证 怪他又结婚骗人家前 怪他在家里偷人被发现 最后他们扭打在一起 王宇杰不小心失手 把李玉玲捅死了 他也算是紫城副业 和他亲生父亲一样 最后吃了枪子 我关掉电视 抱着孩子教朵朵 来 朵朵 爸爸教你两句话 你学会了后 交给弟弟 第一句话是 害人之心不可有 第二句是 防人之心不可无 全文完